早上去买菜的时候 发现今天的虾特别新鲜 也已经是好几天没给他做大虾吃了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茄汁虾滑堡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让它变得更加嫩滑 把一个番茄剁成泥 等到番茄变得粘稠 加清水 像我这样用虎口兜出一个圆 用勺子咬一下 放进锅里 再来点酱油和盐调味一下 搭点葱花 鲜嫩爽滑的茄汁消滑堡 自作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